祝达拉斯前方特派员分立云文 路卡东信息的第一场NBA比赛 让人看到了洛维茨基接班人的风采 北京时间9月30日 达拉斯独行侠的季前赛首战 主场116比63级外来访的北京手钢 山高2米01的他 砍下16分6篮板2助攻的稳定数据 投篮命中率高达70% 表现极为强颜 也许很多人还对这位长相十分帅气的白人小伙并不熟悉 但是这位年纪19岁的斯洛尼亚球员 已经在欧洲赛场实现了大满贯 现在他将肩负带到了达拉斯 带到了NBA 东谢奇在首钢外园的岩防下上篮 19岁赤唱欧洲赛场 诺天王也为他教好 19岁的东谢奇在进入NBA之前 已经在欧洲联赛打出统治级的表现 作为现如今欧洲最顶级的后卫 他几乎拿遍了欧洲篮球联赛的所有奖项 可以说 在欧洲赛场上 他已经算得上是孤独球外的存在 而在国际赛场上 他也遭一大放异彩 早在2017年 他作为一匹决队的黑马 带领斯洛万尼亚国家队 首次赢得了欧底赛冠军的荣誉 在今年参加NBA选秀之前 东谢奇赛领皇家马德里夺下 2018年欧冠联赛冠军 并包懒了欧冠四枪赛MVP 常规赛MVP等个人奖项 在今年的选秀大会 东谢奇第三岁未被选中 然后又被交易来达拉斯独行侠 他无疑被是为了老司机 路维斯基的第一 接班人 作为欧洲球员 在NBA最成功的代表 独行侠当下球星 路维斯基已经年满40 这很有可能是他的最后一个NBA赛季 对于这位欧洲后辈的到来 路维斯基此前也多次在采访中 表达过对东谢奇的看好和期待 NBA生涯完美首秀 身心表现都不像新人 东谢奇 被视为路维斯基接班人 在自己NBA生涯的首场比赛中 东谢奇以完美的表现 证明了自己确实有担当接班人的实力 比赛中 东谢奇的第一个锦球 就展现了奇良好的身体素质和爆发力 第一节刚刚开打 东谢奇就抢下帮朔跳投 不重的防守篮板 在场上球员都还未做出反应的时候 一人快速持球反击到前场 在身后北京对三人追防的情况下 反手轻松上篮得分 随后的比赛中 他在三分线外获利全开 全场三分球刺头三重 是独行侠最稳定的外线火力之一 比赛的第二节 对了北京最强劲的外员 贾斯汀汉密尔顿 东谢奇连续破下润球 摆脱防守 突破到进去那左侧篮下 制空打板上篮 一连贯的动作十分流畅 令人叹为观觉 总观全场比赛 东谢奇无疑在独行侠的整体进攻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他不仅拥有稳定柔和的投篮手感 控球技术和争产篮板的能力也都十分出色 总能在摘下篮板后 迅速运球快下把体转换进攻 打对方球队各措手不及 欧洲球员出生了他的球场上拥有量 好的传球视野 本场比赛 当他在禁区内被多人包夹时 依然能成功将球传出去 给队友创造了良好的空间和机会 但同时 作为一名新秀球员 东谢奇在场上和队友的沟通配合 还需要更多的磨合 这场比赛中就出现了好几个 因为和队友的沟通偏差 而导致的传球失误 虽说是首秀 可东谢奇的身形和表现 都完全不像是第一年打NBA的新秀 全场比赛 在第四节未上场的情况下 他打了30分钟 位置全队最高 看得出来 卡莱尔教练也对这位欧洲金童 寄予了很高的期待和信任 从现场观众的反应来看 巴拉斯当地的球迷 也十分渴望这位在欧洲赛场上 赤唱风云的球员 能将他的天赋带来NBA 帅领新赛季的独行侠打出好的战绩 东谢奇刚出场的时候 全场观众就送上了热烈的欢迎 而在比赛中 每每当他进球的时候 观众的情绪也非常高啊 东谢奇面对防守选择传球 从未去过中国 十分期待中国赛 在赛后的群访中 面对腾讯前方特派员 对于接下来即将进行的中国赛的有关提问 这位在更衣室显得有些腼腆的斯洛尼亚小伙表示 自己从来没有去过中国 对于中国的一切都感到好奇 也十分期待去中国的比赛 就在下周 中国球迷们也有机会在家门口 看到这位颜值颇高的小鲜肉了 而他也很有可能 为球迷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有关系 有关系 谢谢观看